韓國總統是不能連任的 5年 然後韓國的左右鬥爭 實力差不多了 比如說尹錫悅 尹錫悅他贏李在明就只有0.8% 得票率 然後他的國會 韓國國會是300席吧 尹錫悅所屬政黨只有115席 我們純粹就政治鬥爭來講 你要走的太偏 會有一股力量把你給繳政府 所以尹錫悅這一次挑明了 韓國好像一副對台海是要介入的樣子 或者說有表態立場 那這個跟過去的韓國是完全不一樣 甚至在朴錫悅時代他也不願意介入台海議題 那更不要說文在寅 根本不可能 朝鮮半導的問題 中國是非常關鍵的 他根本不是第三方 他就是當事人 韓戰 朝鮮戰爭 所以你怎麼可能這樣處理中國問題 韓國人在處理中國問題跟日本從來不同調 因為日本 沒有什麼事情掌握在中國手裡 可是韓國 那個朝鮮戰爭的問題 中國就是介入者 他就是實際可以影響朝鮮 不要太高顧影西約的力量了 他只是韓國的一任總統 是啊 而且我跟你講他的民調 他去美國之前是27% 然後到了國會演講 他唱的那個American Pie 那一天民調衝到32 結果回來韓國現在要跌回30 現在大家讓他引就辭職耶 可是有人都認為你去 事實上沒有得到東西 我舉個例子告訴你 我們剛剛講的是經貿 對對對 我們來講軍事 好 李西約就是希望能夠得到美國的核保護 如果你把核引進朝鮮半島 那你不是主張朝鮮半島無核化嗎 那你還有什麼立場制裁 本來就是啊 本來就是啊 因為中國跟美國本來有一個共同立場 叫做朝鮮半島無核化 對不對 那美國就是因為朝鮮永和嘛 所以才制裁他嘛 如果你的核動力潛艦可以進韓國港口 那核武就進來了 那你還制裁北韓人 那第二個是 韓國上影席月本來還寄望說 我可不可以比照歐洲一些國家跟你核共享 因為美國在歐洲有一些國家 釋放中程核導彈 是 德國啦 義大利啦 土耳其啦 還有荷蘭跟比利時 五個國家 因為他們沒有核彈嘛 所以他就在美軍基地裡面 算是一種核共享 對 影席月事實上他要的是這個東西 拜登不同意啊 那更不要說你自己發展 那根本不可能嘛 所以你如果純就軍事來講 他是惹了一身心喔 因為你是同時得罪中國跟俄羅斯 因為你想一想 美國的核動力潛艦 二亥二級的潛艦 他上面的導彈是三叉級的導彈 他的射程是7400公里 那請問有必要進來嗎 你進來是要幹嘛 7400公里要打北海 你不覺得很可笑嗎 中國跟俄羅斯的直接理解就是 你就是槓對我 就是你現在表面得一個藉口 說我二亥二潛艇 我以後就要進入朝鮮半島 那事實上我什麼時候來 或者我人在哪裡 我不會告訴你 就是不要讓你中國出第一島鏈就對了 你敢把航母給我開到 山東艦敢給我開到台灣呢 對不起啊7400公里 已經超過你柳西蘭 我們講那個三叉級的導彈 他是有四個核彈頭 所以等於是一艘潛艇 上面有80個核彈頭 他是這樣的動力潛艇 所以你想美國他是要幹嘛 這個一定是針對中國跟俄羅斯的 怎麼可能針對北韓 如果連我都看得懂 中國跟俄羅斯怎麼會看不懂 所以你這個就是惹毛了人家 所以你去想一想後果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俄羅斯就把武器給北韓 你要這樣衝我 那我就去幫朝鮮 讓你痛苦一點 朝鮮他在發展的核武 根本就不是針對韓國 他的短程導彈是針對日本 他的洲際導彈是針對美國的 這個很清楚 那韓國是自己跳進來的 中國跟俄羅斯跟你沒什麼關係 那北韓發展核武也不是針對你 然後他在那邊窮緊張 緊張到把中國跟俄羅斯也引進來了 就這樣 我打不信了 中國跟俄羅斯的架像 《俄羅斯的架像》 有什麼 MBA 真的會不停的